观众朋友 欢迎您好 欢迎收看1900重点直播 我是新话 为您新文化重点 在花莲7.2强震发生过后 目前搜救行动已经进入了第八天 不过进入旷日费时的搜索之后 奇迹并没有发生 今天搜救队员在沙卡当步道的0.5公里处 也是率先发现了游姓爸爸还有游姓女儿的这个地方大有斩获 刚刚稍早在这里发现了5具遗体 同时也是罹难者 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在这发现的第5具遗体也已经送抵了花莲殡仪馆了 而这个过程对于很多搜救人员来说 其实相当的难过 因为游姓一家五口是在沙卡当步道失联的 当初在5天之前其实早就已经定位到游爸爸跟他的女儿在当地 但由于巨大的石块将他们的遗体压住是无法移出 直到大型机具挺进到了0.5公里处 动用了机具破坏才移出了两具遗体 不过是不是冥冥之中都有灵犀呢 因为随着游爸爸跟游小妹妹的遗体被移出之后 救难队员呢随即也在附近的地方大石头底下 发现了有异状闻到了味道以及有蚊虫 随即呢也针对这一处的巨石开始开花 就找到了剩下的妈妈以及妹妹还有弟弟 不过根据救难人员表示 游离遗体的状况非常的不好 他们只能以身形纖维来判断 怀疑推测很有可能都是在这失联的游姓一家五口 一个礼拜终于有进展 费尽千辛万苦将遗体从大石块中搬运出来 好 接手 人接手 人接手 时候上午大型机具终于抵达刷卡当步道 游姓妇女的罹难位置 清除石块后也进行遗体搬运作业 中午十一点四十五分 先是将游姓大女儿搬出 下午两点五十分则是游姓父亲 顾美多久在下午三点半 又发现第三具及第四具遗体 五点多又找到第五具 目前看不出来 因为他的那个就是已经有点肿胀 那没办法辨识 前两名罹难者移开之后 就在他们下方三到五公尺左右 发现第三到第四具遗体 不过被发现时他们是交叠在一起的 可以看出两人生前是紧紧抱住对方的 虽然现在难以辨认身份 但是 在遗体旁发现了两个包包 与游姓妈妈之前处游照片里的非常相像 而且里面还有游姓一家的证件 还有小朋友的娃娃 可能是妈妈在最后一刻紧紧抱着孩子 五只遗体目前也已经送往殡仪馆 检察官到场相宴 而他们的奶奶也来到现场 焦急等待整个礼拜 一家五口终于全都被拾获 TVBS新闻里面 华智森 高志宏 专凯玉 郭颖 蓝亭 花莲采访报道 而目前在0.5公里处发现的 五具罹难者的遗体都送到花莲殡仪馆 不过详细他们的身份跟判别呢 除了搜救队员呢 依稀可以进行判断之外 还是要有检察官跟法医进行最后的确认 而同时其实今天搜救的重点 还有一处就是在新国夫妇的下落 是不是在大水管1.8公里处 有六人三只搜救犬呢 在这个区域徒步抢进 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蛛丝马迹 同时呢 在另外一个中和的矿场 销信矿工人在持续失联当中 不过其实在当地的情况 也是非常的险峻 有许多巨大的石块 挡住了大型机具可以进驻的地方 所以本来呢 矿业局是想说是不是要实施爆破 但是很担心不断大小规模的坍塌 会危及到救难队员的生命安全 所以目前还是采取小分队前进的方式 所以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 其实在不管是沙卡档 还是在矿场或者是大水管 这些地方呢 搜救最难的地方就是 重机具他们要前进到封闭处 前方有许多的障碍物必须要清除 同时呢 今天可以发现 游信一家五口 目前疑似是他们遗体的地方呢 都得打掉巨石 然后再由人工的细细的来排查 来寻找 而现在呢 有六人一只搜救犬 沿着沙卡档的路线 前进到更深处的 大约是1.6公里 1.5公里 这个大水管的步道 希望能够发现 失联已久的新加坡夫妇 而今天也有更多的线索跟人证出现了 在五间屋有农民呢 说地震当下 他收容了许多惊慌失措 仿佛已经吓到丧失灵魂的外籍游客 就有游客呢 来讲述 他们曾经在沙卡档步道游玩的途中 跟新加坡夫妇有聊聊天 没想到瞬间发生地震 一转头 夫妇俩就不见了 不断喘着气在沙石中一步步艰辛的前进 有时候还得手脚并用爬上陡峭的石堆 小心喔 很陡很陡 花莲强证搜救进入第八天 综合矿群仍有一名消息工人失联 搜救人员努力不懈 甚至出动无人机空拍 希望可以找到一丝丝的线索 而失联的还有新加坡夫妇 搜救人员也是持续寻找 10号五间屋一名王姓住户 特别到搜救队表示 地震后有遇到一名外籍游客 对方说自己走到1.8K大水管时 还有跟着对新加坡夫妻聊天 道别后不久就遇到地震 新加坡那个夫妻有没有 那时候跟一个也是老外的 他说还在讲话 他过来地震一来他一掉头 他说没有人 那百分之百就是在大钢管 外籍游客躲在石柱下 心于逃过一劫 正常回头找新国夫妻时 已经不见他们的踪影 研判两人可能在1.8K大水管处附近 目前我们的热区就是只有在 0.5K跟1.8K的地方 那如果说他真的到 五间屋继续往后走 那可能就是在大水管这边 不过由于0.85K还在持续落实 因此重机具无法轻易进入搜救 增加救援难度 目前还是得以人力和搜救权来寻找 而这次立下大功的搜救权Roger 也登上国际新闻媒体版面 CN的首页标题Roger是一只顽皮的狗 他在警察学校的训练中不及格却成为地震的明星 铁笔业新闻李明辉 庄凯与陈佳同花莲采访报导 好 现在收看直播的许多网友都在提问 究竟大水管是什么样的地方 是夫妻有机会躲进水管里头吗 我们要为各位说明 其实台电在当地设有水力发电 那么饮水饮电的管线横越了沙卡档步道上方 所以当地民众就会说特定的路段 看得到横越这个峡谷的上方的水管称之为大水管 而这个位置根据这个王姓农民的判断 比较靠近沙卡档步道这个青蛙石景点的附近 所以并不是新国夫妇有机会躲在水管里头 而是当地一个约定俗成的地名的名称的 而继续我们把搜救的现场转移到花莲市区 东大门旁的天王星大楼拆除作业目前是走走停停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头七当天地震发生的第七天 出现了许多猫咪的踪迹 昨天顺利的救下了于小姐也是受灾户的爱猫橘子 不过其实整栋大楼当中呢 在地震之下有五只猫咪失去了踪影 目前呢其实已经捕获了两只 但我们可以看到呢昨天在稍早时间呢 其中于小姐另外一只猫咪叫妹妹已经被救下来了 在昨天4月9号深夜的时候 但同时呢随着妹妹还有橘子的获救 其他猫咪也开始露出踪迹了 尤其是康老师的爱猫妞妞 今天一度在断圆残壁之中穿梭 看了让人捏了把冷汗 而其他于小姐还有一只爱猫叫做花花 以及五楼的受灾户呢 他有一只宾室猫叫Oni 同时这三只猫咪呢 现在都是等待救援当中的 因为呢其实要在这样断圆残病 特别是地震过后猫咪受到惊吓 要去捕捉其实非常非常的困难 像昨天呢在又捕橘子的时候呢 是先施打了镇定剂 切开钢条才顺利将它救出 不过呢在旧猫的同时 旁边就有眼见网友透过直播镜头发现 原来旁边的窗台 就出现了康老师的爱猫妞妞 而昨天康老师的父亲呢 也透过画面确认呢 就是他女儿心目当中最挂念的爱猫 也现身在现场紧盯着救援进度 希望能够救出爱女的猫咪 完成他的遗愿 而在今天呢 县府可以说是动用了各式各样各种的方法 希望能够将猫咪诱补出来 像是呢要求怪手司机可以在当地播放一些猫咪的叫换声 甚至使用雷射笔希望能够吸引猫咪的注意 来靠近窗台一点点 但截至目前为止这三只 雷尼 花花还有妞妞 目前都还没有被救出 全程贯注盯着屋顶上的动静 背景音乐是拆除人员特意放的猫叫声 要引诱猫猫出来 这个叫声有种祈求感 之所以会这么用心苦苦哀求 就是因为疑似康老师的猫妞妞再度现身 在落石堆小心翼翼挪动脚步 看着远方的大家眼神充满恐惧 与康老师的寻猫照片看起来相当神似 就在10号中午12点多 被现场人员发现在塌陷处徘徊 不只找素材来播 还有热心的花脸民众 捐赠全新的幼捕龙 罐罐和肉泥 不只一位送来龙子 就是想要让剩下的三只猫咪赶快被救出 还有9号晚间第一次尝试营救妞妞时 又用像这样绿色的雷射笔 试图引诱猫咪出来 只是现在又有天王心倒下瞬间画面曝光 视角就在旁边一栋大楼 天王心上下晃动之后就突然瓦解 一层的冷气机全部掉落 画面相当惊悚 当晚隔壁住户拍下第一时间惨况 有人员在呼喊邻居的家 顿时离自己好远好远 目前大纲崖要绕去后面开拆来平衡重量 也要避开有猫咪在的区域 让现场人员有点陷入两难 预计还要在两周完成作业 诸子期盼小生命能够救出来 也能够顺利完成拆除 TV的新闻中嘉南天嘉靖高子雅 江柏君林玉真玉文花莲草报道 而刚刚带大家来掌握的是搜救进度 不过灾后灾民们的收容又该怎么办呢 由于呢我们刚刚看到天王心大楼 还有附近几栋房屋都出现了毁损 有些已经火速拆除或是拆除中 现在受灾户无家可归 那么如果有保地震险的话 到底可以获得多少理赔呢 今天呢保险局的副局长来适宜了 他说截至目前为止 来算一算全台湾呢 有427户的地震保险户 15户是全毁的 理赔金额是150万元 住宿费呢是20万元 而天王心大楼他们清查 有12户可以获得370万元的理赔 但是370万元换的回家圆吗 或者说等待收容这段时间 能够弥补他们的经济损失 让他们能够稳定的生活下去吗 外界就说这个地震险呢 保额是不是都要来提高保障金 但保险局说其实还是要进一步的来评估的 因为他们要看到呢 这是损失成本的增幅跟过去在设计地震险保险的时候 是否出现差异 而保险呢其实是民众把可能无法规避的风险的转移的需求 同时也要看待每一个屋主保险负担的能力 因为很多人提出哦 接下来买房子是不是都要强制 或者说你要拥有房子的话 都要来保地震险呢 保险局也认为哦 其实这个强制险通常呢 是顾及第三方的社会保障 所以呢这样的理赔还有风险的规避的原理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而现在花莲的受债户呢 很多人只能寄居亲戚朋友的家里头 也有一些人呢到外头去租房子 希望能够赶紧赶快重新开始生活 但是在你们发现 因为需要安置的人太多 房子变得很抢手 居然有房东坐地起价 租金涨了两到三千元 而花莲县政府 他们要提供的租屋补贴也不晓得 何时才能够合发下来 暂时就睡在这边啊 更是56岁的徐先生来到他暂时居住的家 小小的一楼游戏区 已经是亲戚所能提供最好的避难所 睡吗 还好 当下就差他们有离失所只能先移轻 而徐先生还罹患扁条线咽喉癌第三期 我这个16号如果说16号进化疗的话 是第四次第四次做化疗 一定要先找个房子比较算说要先安定 点出所有受灾户的新生 现在重中之重就是要找新的住所 不管买房租房受灾户面临的困境 真的太大 想要给妈妈最好住所 但经济压力却无能为力 有些受灾户甚至背着房贷 还要再租新房子 花园就有大概十几栋围楼 所以租金方面好像都有稍微涨一些 辛苦19年的东西 10秒钟就没了 因为我们才搬进来第二年而已 对然后但因为天灾也没办法怪谁 所以就只能自己吸收 每位受灾户都苦不堪言 到现在所提供住屋补贴 建设助表示目前还是在收建阶段 补助金核实下来要等行政院核定 也并未提供租屋媒介 孩子的安全都是无语的 但是后续其实得一些紧急的补助 都需要社会大众人来帮忙 孩子不能受委屈 但大人呢 受宅户的漫漫长路还在走 但肩上重担却快要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而中央究竟能够给予地方的灾民多少帮助呢 正在发生过后的第八天 总统蔡英文搭专机抵达花莲 到了救难的前进指挥中心呢 来对救难弟兄进行慰问 同时也允诺中央该帮的旧帮 并且已经匡列了数以亿计的资源 要运用在花莲这重大的灾区 或者是所有在地震当中的 受灾户身上 不过看在立委富坤奇的眼里 他却认为究竟总统来花莲 要为灾民带来什么呢 并且在脸书上面问总统 可不可以不要空手而来 这项红包给救难人员花莲强症 搜救进入第八天 总统来视察了 总统站在徐政卫和傅昆奇 夫妇中间听简报 和两人交换意见颇有互动 但前一晚傅昆奇知道总统要来 脸书很呛 说千户万换 灾民终于等到总统来灾区 也问总统能为灾民带来什么 带来希望 还是带来安置的组合屋 或是带来中央政府 愿意全力协助 希望总统不要只是蜻蜓点水 空手来去 我会在花莲等总统到来 而且一度传出疑似有灾民 要来到现场抗议总统 那我也要请我们中央和地方 团队齐心合作 针对灾民的需求 包括安置生活 无助灾争建立 休战补强 不止内政部长林佑昌有来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燦也到场 都允诺要给花莲载后支援 那花莲县政府的部分 也申报了五十几项 其需要中央支持 那我们会循这个工程会的 这个程序完成而定 如果愿意全部都离开的话 那我们的侦灾基金会 透过这个土地的一个架构之后 取得产权 那之后可以交给我们的中央住都中心 来兴建社会主宅 政治口水和工坊 先抛一边 毕竟眼前灾后重建 才是重点 TVBS新闻 李明辉 庄凯玉 李宗泽 花莲采判报道 而观众朋友 您还记得前几天曝光的 行车记录器当中 有一名驾驶人 为了关闭国家级警报 因此躲过一劫 不过在他碰上国家级警报 还有地震之前 他与一名重机骑士擦身而过 随后就发生了震灾 而这名驾驶是幸运的躲在民隧道里头 躲过了一劫 甚至还发挥人机 人腻腻腻的精神 救助了许多的受困者 但画面曝光之后 大家都在问 这个骑士 他人到底在哪里 是否还安好呢 我们的追踪报道发现 其实这名骑士的身份 是天翔派出所的远警 周彦志 当下他被捕捉到这样的身影之后 随即也发生了地震 可是他非常的激紧 他也困在民隧道当中 可是他知道 现在已经碰到非常严重的 天灾飞比许可 他发现自己 也必须要赶快回到他的岗位 因此汽车 直接徒步走回天翔派出所 来支援救灾 轿车行驶和对象一辆 黄牌重机擦身而过 没想到不到五秒钟 手机开始响起地震警报 接着剧烈的天摇地动 大地震 我赶快先躲到这个 差点GG 三号花莲墙镇重创太鲁格国家公园 大大小小的土石 不断从山坡掉落 就像下起落石雨 驾驶赶紧开到民隧道 停车躲避 幸运逃过一劫 不过刚刚遇到的中击骑士 人还好吗 不少民众看到这段惊险的影片 都好担心骑士的安危 而他的身份曝光 他是天翔派出所的周姓远警 当天他值完夜班 骑车下山回家途中遇到强症 幸好他也是立刻躲在民隧道 才没有受伤 不过因为地震 讯号中断 无法和外界联系 道路也被落实阻断 周姓远警直接把车留在隧道 徒步走回派出所帮忙救灾 其他同然看到他平安无事 也松了一口气 强症后特搜对直升机缓缓降落 挺进灾区 陆续撤离受困天翔山区的民众 因为台八线中和公路有多处坍塌 一度有六百人受困山上 人警和搜救人员指挥民众一一上车 也安抚他们焦虑恐慌的情绪 警方协助精英酒店和青年中心交通管制 疏散人车 就是要让伤亡降到最低 高山上警政本所级保安警察总队 第七小队天上小队同人住手 两单位合作前进灾区 就受困民众之安情处 并竭尽所能救灾 地震发生当下 天翔派出所只有副所长和三名员警 而他们到现在仍继续留守山上协助救灾 有他们的坚守岗位 也是让游客们平安回家重要的工程之一 铁比叶新闻高中陈嘉童花莲采访报导 而702强阵之后 大家感受到大地无情 山河变色的景象 这也让很多人的职业生涯 一生的积累跟心血再也回不来了 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在太鲁格国家公园 里头的OT案件山岳村 到当地游玩的民众都发现 这里其实雇用的绝大部分呢 都是太鲁格族的族人 在这里呈现他们的文化饮食 但是现在呢 由于地震损害的非常严重 大家看到园区里头呢 落下这样的大石头 几乎是满目疮痍 本来创办人还想说 是不是有机会找艺术家呢 把这些石头雕刻成山珠 或是一些装置艺术 但是他一得知 这一次太鲁格国家公园受损严重 短期之内恐怕没有办法向对外开放了 他也担心接下来的生计到底往哪找 也没有办法再进行经营山岳村了 而其实在地的工作的机会呢 提供太鲁格族人发挥的空间 正值的工读生大约是50人 但现在光是要修理 卫浴 客房 还有移走这些超级巨石 就很煞费心力了 所以他们也是继汉平酒店之后 也要喊停 同时呢大约会有50人左右 面临到解雇的状态 至少呢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 而创办人表示哦 他本来呢还想培养族人 能够一人当一天的代理村长 让族人在他退休之后 他退居幕后 让族人能够继续来经营山岳村 但是这次的地震 恐怕让他的规划猛碎 放眼望去整片武蒙蒙 瞬间变成回白世界 陈土飞扬阻碍视线 还能听见石头崩落的声音 两边呢 两边都在掉 花莲墙镇当下的景象触目惊心 时隔一周太鲁格国家公园 还有多处人在进行搜救 接连余镇伴随落实 情况相当不稳定 太鲁格国家公园受损实在太过严重 无法预估修复时间 宣布园区将会持续封闭 这样一来园区内旅宿业者也大受影响 度假旅宿山岳村 配合国家公园无限期封闭 不仅OT案被迫提早解约 还要一口气资遣40名员工 尤其在路上有两位 一位被石头压到 一位呢就因为被卡在中间 他们都说马上要提出辞呈 然后我一直安慰他们 千万不能辞呈 因为没有办法经营下去 我们会资遣 最起码你们有一点费用 十多年前 业者正明刚投标土地 经营山岳村 吸引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员工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太鲁阁族人 提供许多就业机会 而他直到紧要关头 移救行系员工 另一边太鲁阁经营酒店 评估周遭路况 预计修管到四月底 由饭店三十名员工 协助整顿及推订房手续 因为地震无法营业的 还有远凶海洋公园 一点进官网就跳出视窗公告 为了确保园区游客 动物及员工的安全 延长收缘直到四月底 针对园区进行全面检查 一场地震 让花莲各地按下暂停 当地观光还有知名的心情 都还需要时间修复 T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太鲁阁恐怕短期内难以修复 也没有办法再接待游客了 也冲击到花莲当地的观光 本来昨天呢 还有问来的旅客包机 只飞花莲提金瓶 还有消防车来洒水住热烈欢迎 只不过他们的行程也有做更动 也没有办法去最为向往的太鲁阁了 而现在传出呢 是否很多国际旅游团 因为花莲的地震 所以不敢来台湾玩了呢 我们看到呢 由于7.2抢争之后 大家可能都有感受到 余震不断 是否会爆发退团潮 目前花莲观光协会的理事长 陈一峰表示哦 他们花莲的住房率 真的只有一个字来形容 就是惨 因为4月份花莲的住房率 已经来到一成以下 6月之前 也就是暑假档期之前 恐怕都是不乐观的 而平保协会也表示呢 其实根据他们的观测 在旅行团的部分呢 没有明显的退定潮 因为很多的机票 其实是不能退的 所以呢旅行社 现在都忙着 帮这些团客改行程 比方说 原本要去花莲太鲁阁一日游的 就会改为乌来淡水或是阳明山等其他的景点 但是呢 他也不会延 恐怕台湾旅游团的买气呢 也会锐减2到3成 可能要等到地震过后 效应减退 才会再度回升 不过其实还是有很多旅客 虽然不能去太鲁阁 但是他们对于 花莲的海岸风光 心中还是相当期待 等待花莲从震灾当中再站起来 汶来皇家航空班机抵达花莲机场 停机坪有两辆消防车 喷洒水珠热烈欢迎 机场人员也举起红色布条 开心迎接宇客 9号上午10点半 来自汶来的游客包机直飞花莲 原本有100名 但因为地震影响 剩下81名 对于这次的旅程 他们又期待又担心 你会害怕吗 是有点 有点 那为什么还是想来 看看台湾 那你怎么还敢来 每次都来一点 每次都来 你们有觉得非常非常可惜 改次可以再来吧 因为强政行程一改再改 原本最重要的太鲁阁国家公园 也因为灾害风源而取消 不过大部分旅客 都还是很期待这趟旅程 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 因为地震还愿意替台湾这个送软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也希望让他们能够见证到 台湾的这些软实力 那今年我们还开辟了一个新的航艇 就是温来所行 那也是为0403地震后的花莲观光 带来一个复苏的一个契机 温来游客将在台湾停留五天四夜 第一天在花莲 参观兆风农场鲤鱼滩 货柜星巴克等景点 第二天中午搭火车前往宜兰 晚上再到台北 最后一天中午再回到花莲机场 旅客们和乌龟开心互动 拍下可爱的模样 农场业者也一一介绍农场特有的动物 并规划近距离体验的活动 希望能让国外旅客玩得开心 而地震也让业者生意大受影响 那我们预约的人数大概都减少到了 只剩下原先的十分之一了 县府也期望透过这次包机的旅客 能够为地震后的观光带来复苏的希望 帖别新闻高中陈佳同花莲采访报导 而这次花莲7.2的强震威力有多大 有人用原子弹来比拟 但是我们实际也有观测到 花莲发生了国土位移的情况 这是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 在地震之后呢 使用卫星测量 来告诉大家哪一些基站出现了 距离还有高度的变化了 我们看到比较显著的像是花莲基站 它位移了8.1公分 那么台深了45.1公分 是最为显著的 而在东莞处站呢 位移的是22.2公分 台深的幅度是仅次于花莲站 它是来到了35.2公分 而北部地区也有1到4公分 西部也有1到6公分 南部地区也有1到2公分左右 所以呢换句话说 在花莲基站测得高度 在这次地震当中 居然长高了45公分 0403花莲墙镇 在各地造成不小灾情 连台湾地表都跟着位移 变化比较大的地方 是从南澳湘到那个封冰 4月3号花莲墙镇 在早上7点58分发生 规模7.2地震深度15.5公里 最大震度达到6地震后 国土测灰中心 使用322个连续观测站 卫星测量 计算正央布景基准站 地震前后的资料 结果发现台湾地表位移比较严重的区域 北齐南澳南至封冰西至浦里 其中水平最大位移量 是东莞处测得位移了22.2公分 而垂直隆起最多的是花莲站 测得45.1公分 测为中心补充至于台湾第一高峰玉山 有没有涨高也会派人前往测量 而中央大学则是研发了AI地震预警系统 正确率达到九成以上 就是在测站收到地震波一秒后 开始做震度预估 地震出发当下截取地震波的特征 预估的震度更加准确 发布的速度也比传统地震预警系统 快上几秒 这几秒对大宗运输系统预警来说 是黄金秒数 测站收到之后 大概六秒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评估说 全台湾绝大部分的地方 都将面临震度四级以上 研究中心补充强震发生时距离镇阳越近 预警时间越短 越远则预警时间越长 哪怕快几秒预测都能有所防备 TV新闻的廖宗信 黄国军罗欣 台中桃园综合报道 好东部或者是南部地方的观众朋友 您是否感受到 刚刚在稍早7点23分左右 又感受到地牛翻身了 没有错 根据气象鼠最新的地震报告 就在7点23分发生了规模4.8的地震 而镇压又是花莲东部的海域 目前呢 其实在花莲的震度是四级 南投三级 宜兰两级 台中也有两级 彰化也有两级 台东一级 那么北部地区呢 其实是五感的 所以这一次4.8规模的地震 是不是余震 还有对其他方面来说 是否造成影响 那目前救灾的地方 是否因为这一起地震导致搜救行动暂停 我们正在跟各地的记者联系 如果有更新的讯息 我们将持续为您来掌握 再为您重复播报气象鼠最新的地震报告 在7点23分的时候 花莲东部海域发生了地震 深度只有18公里 是极为浅层的 瑞士规模来到了4.8 也提醒大家现在台湾呢 还是处于预阵不断的阶段 还是要注意家里中的一岁物品或是一岛物品 好好的固定 注意到自身的安全了 而其实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 其实这一次花莲的地震余震不断 绝大部分的震央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集中在 东部的海域 我们可以带您看到呢 其实有专家表示 从台湾的东部 其实一路往北延伸到琉球 这里其实有一个琉球的影墨带 会一路到冲绳 而这条琉球影墨带呢 其实已经好几年没有进行作动了 而专家也很担心 这个地震的周期还有能量 是否在持续的累积 未来很有机会 引发规模8以上的地震 过得去吗 小心哦 慢慢来不急不急 慢慢来 TVBS采访团队挺进强振后的花莲泰鲁阁 一切像是停革在4月3号的7点58分 被落石砸毁的工程车还没拖走 通往沙卡塔步道沿路都是碎石土堆 沙卡塔路口处的白色铁栏杆 被大量落石砸中扭曲变形 标志牌掉落不见 大家熟悉的步道围栏 柔长寸断 过去最令观光客惊艳的鬼斧神功 美景不在 昔日的青山绿水 招牌的白色实施步道 如今却是断裂破碎 游客络绎不绝的太鲁阁 现在宛如与世隔绝 观光产业瞬间暂停 在花莲住了八年的美国人艾达 回忆起这一次强镇 刚好在家没带团 结果家里水塔全岛 至今还在收拾餐局 而他平时担任导游 这次的强镇重创观光 他也难免受到影响 近年像艾达这样 收到花莲自然美景吸引 定居的外国人越来越多 但是这一次地震 是25年来最严重 目前就读东华大学研究所的 俄罗斯学生也吓坏了 地震当下他和先生带着爱猫赶紧跑到户外避难 家中是一片狼藉 另外还有在花莲经营民宿的日本人 也是心有余悸 坦言在强镇过后 旅客被迫退房 也担心从此之后的震后观光复苏 可能会是漫漫长路 事实上在这次强震过后 台湾地震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马国鳳就警告 数据显示平均60年到100年会发生一次规模7以上的强烈地震 而0403的强震过后 琉球海沟的能量累积依然存在 这从台湾东部海域一路延伸到日本冲绳的琉球影墨带 可能就会引发规模超过8以上的超强地震 日本也曾经模拟过 若是达到规模9以上 就可能引发全区的严重海啸 事实上在日本冲绳 当地学者也已经针对琉球影墨带 多次提出强震警告 在今年元月 日本能登半岛强震过后 专家就认为四面环海的冲绳 如果真的遇上琉球影墨带错动的强震 救援恐怕只能靠自己 这回台湾规模7.2的强震 临近的日本菲律宾大陆都齐发海啸警报 若是真的琉球影墨带发生强症 那恐怕是全区都得做好危机应变 TVBS新闻综合播放 今天在台北市的联合医院阳明院区 发生了火灾惊魂剂 由于在上午10点多 农烟弥漫发生了火警 院方紧急疏散了366人 很多医护跟病患受到通知 赶紧下楼撤离 而根据了解 其实这起火警似乎是从地下室窜出的 那么有实习生刚好在地下室上课 发现状况不对 立刻通报 只见浓浓黑烟弥漫空中 不断往上衬生 高度超过一层楼 大批搜索人员赶到现场 立刻不水仙灌旧 10万火机因为火警地点 就在台北市联合医院阳明院区 被疏散到外头的医护人员 赶紧打电话报平安 不少病患正在路旁 看起来有些慌张 还有坐轮营的民众也赶紧逃出医院 人行道上挤满人 甚至连阶梯都坐满 大家不断传讯息联络 第一时间都还搞不清楚 发生什么事 消防人员一间扛起灭火工具 要前往起火点 消防车也出动 针对地下室火警的排烟车 除了排出浓烟外也要送风 联合医院阳明院区 上午10点多 一次地下室空调机房失火 消防出动25辆救护车辆 和79人到医院救灾 院方第一时间赶紧疏散366人 包含地下一楼和一二楼的人员 患者就有说 这该不会是起火吧 因为当时也开始有出现 这个消防车 大家就比较警觉 后来就烟味越来越浓 当时我们还是有坚持 继续看门诊 医师指出 最初看到外头雾雾的 以为只是天气问题 没有想到烟味越来越重 看病到一半 只能赶紧往外疏散 门诊大约在11点40分 恢复运作 地下一楼空调机房起火 烧损空调设备 启动消防设备 详细起火原因 尚待调查 海海伙事约在一小时内扑灭 没有影响到病患和员工 否则要是延收到住院病房 恐怕有更多民众行动不便 让救援任务更加困难 TV新闻终合报导 澳北市阳明医院的火警 是地下室的机房起火 所以导致300多人得撤离 不过很多医生就表示 他们平常都有做好火灾的演讯 知道发生火警的时候 在开刀房或是病房里头 行动不便的病患 要好好的安置 他们不会放下病患先行逃离 但是最为关键的 就是要快点放下楼层当中的防火门 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转移病患 联合医院的阳明院区火警 院方启动了疏散 机制一共是疏散了366人 包含了地下一楼的餐厅还有机房 以及一楼的急诊跟药局等等 以及二楼的门诊区 听到警报器一响 所有人立即疏散 对于医院来说 要怎么撤离这些人 也是以大学问 因为三楼就家屋病房 然后再上去就是普通病房 那一般病床的病人要出来 是很麻烦 有些人卧床 不能可以坐轮椅的 就轮椅推出来 那最麻烦的是有些卧床的 甚至有用氧气的 那种出来都很麻烦 那家屋病房的是最麻烦的 因为家屋病房病人 可能还会用呼吸器 医院最麻烦的 就是很多病人不方便行走 甚至有些是还在开刀 因此定期的演练很重要 一般医院像这样的消防演练 一年大约会有两次 分别是在五月和十月 医院会先成立指挥中心 医护和员工则是分为灭火班 救护班 指挥班 以及避难引导班 也就是说行动方面的病人 会采取垂直疏散到一楼 如果是行动不便的病患 像是在家屋病房或开刀房 最重要是要将人远离火源 把人移到安全区域 就会先把防火门拉下 至少可以阻隔一小时的火烟 等待救援 如果是正在开刀 就会是开刀进度 做初步缝合包扎 再把人移到安全区域 但假如碰上重大手术 则是会先初步处理后 移到安全的地方 继续把刀开完 而这些SOP都得不断反复演练 才能确保火警发生当下 能迅速逃生 TBA新闻中的报道 而有很多远警 在第一线执勤的时候 都会遭遇到不预期的危机 板桥火车站光天化日之下 有行人违规抽烟 所以正在执勤的远警 就剩前去劝阻取定 没有想到这名45岁的秋信嫌犯 忽然凶行大发 拿出藏在身上的美工刀 攻击远警 导致他的胸部被刀刺中受伤了 而两个人明明没有什么 深仇大恨 为什么要拿刀筒警察呢 后来才发现 这名秋信嫌犯 他有通气案在身 担心被抓 所以才会冲动行凶 远影之情看见 眼前这名投胆安全帽 男子行径很诡异 生病人知道多少 没姓没名啊 生病人知道多少 希望你配合 我们不想弄这么难看 生病人知道多少 上次我已经原谅你很多了 生病人知道多少 盘查要求出示证件 这个对方态度相当不配合 生病人知道多少 我会知道多少 你这样回答我啦 你冷静掉 你冷静掉 你拿什么东西 就在拉扯过程 嫌犯竟然拿出身上的美工刀 对远警攻击受伤了 压住 刀压住 救护操 放钱拿刀 北洋门 救护操 救护操 情况紧急 好险刑事局警官 以及海山分局的小队长 刚好路过 眼看有远警受伤 赶快上前帮忙压制 有够尽责就连身上有伤也还是不断呼叫支援 事发就在新闻市的板桥火车站旁九号晚上的七点二十分 二十五岁的无姓远警执行守望 交诊勤务 结果发现四十五岁的秋信嫌犯违规抽烟 上前进行取缔 结果对方不愿意配合 甚至还迟到攻击造成远警胸部被砍伤 检办调查秋信嫌犯上个月二十号 才因为伤害案遭到通气 这回就是不想入狱才会激动袭警 讯后被一杀人未遂 以及妨害公务送办 过去板桥车站守望勤务 都是一名远警执勤 没有强制配枪以及穿防弹衣 但为了安全起见 未来分局规划一次出动两名远警 一人负责盘查 另一人则是负责警戒 要把危险降到最低 体验新闻中文报道 而受伤的吴信远警才25岁 伤势蛮严重的胸口的撕裂伤 伤口达到30公分 紧急开刀之后 已经移到了普通病房了 所幸没有大碍 不过吴信远警平常抓通气犯 以及毒品犯都非常非常的努力 也主动积极 没想到这次会碰到了行凶的嫌犯 上台接受表扬被分局长亲自颁奖鼓励 阳光外形笑容有点腼腆的他 就是受伤的25岁无姓远警 在盘查通气犯的过程中遭美工刀攻击 远警当时被送往急诊室 经过评估因为右边胸口的伤口太大 被安排紧急开刀 目前仍在家户病房观察中 说手指和胸口被划伤 右胸口伤势长达30公分 家属接到通知非常焦急 赶往医院探视 警方表示无姓远警 平时办案表现相当认真 到旅馆领检结果在房门外 就闻到怪味 急警的他立刻敲门盘查房客身份 果然发现两名男子在开毒趴 无姓远警一百零九年 警专三十六期毕业后 就一直在板桥派出所服务超过四年 侦办刑案类能力突出 尤其是抓毒品和通气犯 光是去年多达六十七件 无姓远警在家中是唯一一名担任警察工作 如今为了抓通气犯受伤 紧急开刀治疗 幸好已经转到普通病房 家人和同事都希望他能好好修养 顺利康复回到工作岗位 近日声音乐 上网络林无声音乐 黄金文新北市报道 而时需待您关注司法案件 黄子焦被检警查出 曾经在创意私房里头消费 只有七部未成年人的私密影片 而现在案情可以说是越滚越大了 因为除了这起事件 勾出了很多人心中的多年创伤 有女子指控当初她到黄子焦内湖住家拍照的时候 被性侵目前也已经要提告了 而同时也有很多人在网路上分享 自己也曾经被黄子焦邀约到家里头 要替她2013年的摄影展来进行拍照 而这个摄影展当中有个主题 叫做人鱼系列 都邀请到这些妙龄女子穿上 new bra还有丁字库 但是是一个往后倒并且露出长发的模样 而当时有一名女模跟着经纪人应约 来到黄子焦指定的拍摄地点 而过程当中黄子焦却告诉这名女模特儿说 因为她拍照不喜欢修图 所以问她可不可以把丁字库脱下来 索性旁边的经纪人立刻阻止了 说这样做不太好吧 她才没有在压力之下选择服从 而这段成年往事也因为近期的事件 再度浮上台面 黄子焦展开双臂 骄傲展现她的摄影作品 主题定调为人鱼系列 要模特儿向后仰用长发遮住臀部 当时还受邀到日本东京参加摄影连展 模特儿之一有机牌妹郑嘉诚 没听过的故事不代表她不存在 郑嘉诚在Tress上发文 说十年前被黄子焦邀请拍人鱼的朋友 分享拍摄经过 当时被要求 添妞布拉和肤色丁字库 头往后仰 说拍起来 会像是全裸的人鱼 不过拍到一半 黄子焦说 因为拍照不修图 所以丁字库可能会露出来 能不能脱掉 当天陪同的经纪人就说 那就再更下腰才能遮住 黄子焦因此没再继续坚持下去 当时以为只是在拍摄影展览的作品 如今回想起来 是用艺术作品满足思域 黄子焦陆续爆出性骚 性侵 尤其持有未成年不哑骗 引发全民踏罚 不过该网站被爆出 使用加密货币除值交易 甚至到事情爆发后 还有人持续除值购买 由于区块链上看得到金流去向 立委和化检警单位赶快追查来源 冻结钱包 卫副部长薛瑞源也对于立委和演艺圈 提倡修法表示乐观启程 TV别新闻 小明镇 杨欣 台北报道 不过其实演艺圈呢 也被很多网友开始放大警示 监督他们是否有对黄子焦的行为 提出谴责切割 来遏止演艺圈可能存在这样不当的风气 而我们带您看到的是 其实佳永杰呢 他就拟出了一个声明 昨天到今天 都有很多的艺人加以转发 他说希望化焦虑为力量 共同来敦促立法院修法 建立对台湾儿少更安全的保护网 针对儿少虐待性侵害性剥削 修法加重刑罚 但是虽然有非常非常多知名的艺人连数 但是很多网友就说 这个声明当中 只要立法院修法来做制度性的不破网 但是针对黄子焦却没有进行谴责 而且也有很多人发现 陶金颖呢 怎么没有转发这样的声明呢 但是陶金颖他本人 其实也有进行一些回复 他说呢 黄子焦已经社会性死亡了 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那他也觉得 现在这个事件在讨论黄子焦的部分 就是几个妈妈在讨论 真的看不下去了 但是呢 他觉得虽然这个声明当中的五大诉求 被大家抨击 这不是法律老早就规定的吗 现在艺人说这些话 是不是也是徒劳的形势呢 他说其实这个声明 他也看了觉得重点是 到底要如何加重刑责来恶阻犯罪 不然他接下来就算要被重新审判的话 那么法律的条文不改 要如何回应社会大众的期待呢 其实陶金颖也针对了 诸多的网友的批评指教 做出了回应 可是大家也在想说 为什么很多艺人 他们不敢直接面对黄子焦 进行切割呢 而当中呢 也参与曹宁这一份演艺权声明的 是公关界的铁娘子 岳起如他在脸书坦言 其实他在协助发这个声明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自己也不是很满意 主要的原因呢 他也在他的脸书声明当中细数了 他说大家都在公司行号上班过 很多艺人呢 在演艺圈也是像在一个大公司里头 而在演艺圈呢 最为重要要生存下去 就是需要人脉了 所以说错一句话 后果很严重 可能丢工作 所以呢 有部分是力包庇 黄子焦的同时 还有很多看不下去的良心艺人 所以转发跟分享连述 其实就是一种公关上的表态了 代表他们不同意性骚扰存在演艺圈 但是要有鉴于他们要顾饭碗 又不能说的太直接 而岳起如同时也表示 其实呢 他还很希望 能不能有更多的演艺圈大老大哥们 站出来 唯有演艺圈产业能够自律 让好的力量压过 邪恶的力量 才能够预防类似的悲剧再度发生 去年二度担任金区奖 现逛大道主持人的陈明珠 2021年加入黄子焦的经纪公司 成为旗下首位签约艺人 如今宣布不再合作 表示黄子焦的行为 严重抵触他的道德底线 也给予盈利谴责 因此宣布终止经济合约 似乎宁愿赔偿违约金 也要断开和黄子焦的师徒情 公部门也急忙切割 黄子焦三度主持播茶会 不过嘉一县府宣布 未来不再邀请黄子焦主持 而现在北检也出手了 因为持有未成年不雅骗 北检裁定还起诉 支付120万元 以及写一份回过书 不过10号北检依职权 向台湾高等检察署申请在意 高检署将逐步审查 全案可能发回续查或驳回 社会性死亡已经是这个 就是大家都看见了 甚至烧到小燕姐那边 就会说小燕姐吃不早就知道了 心想说她老婆都不知道 她在房间里干嘛 我们怎么会知道她在干嘛 连署发起人之意的陶金盈 残遭部分网友攻击是在模糊焦点 他亲自回应质疑声浪 而最近喊加一的陈汉点 也希望大家多多重视儿哨议题 犯错就是犯错 那就是要去面对 然后这些承担这些责任跟后果 但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 要如何的去保护儿哨 这个是非常重要 小燕姐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她应该也很难过 然后我觉得给小燕姐多一点空间跟时间 严厉谴责违法行为 黄紫焦人脉几乎断光光 恐怕难以翻身 TVB的新闻 陈如环消名正杨慈英台北报导 而观众朋友我们刚刚收到来自 财奥风能不能快点动作 现在我们刚收到最新消息 终于已经封网了 没有办法再去拿到这一些 非自愿情况之下的非法影片了 而继续我们带你关注今天呢 其实创意私房跟黄紫焦的案件 现在也吵到了政治圈了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直播主统神呢 他才刚刚被国民党 而同时呢统神也非常的不满 在直播当中呢 似乎是从这个国民党立委 许晓星的手上 拿到了吴珍的电话 就直接打电话给他 两个人在直播当中 唇枪舌战了一个多小时 吸引了大批的网友围观 但是呢月炒反而没有出 一个定论都无法说服彼此 而现在呢已经有三间的厂商 宣布要终身封杀统神 赔钱就对了 你今天XX的女儿 别人找你赔钱去 就那么简单 至于你说XX的女儿怎么样 我也想XX的女儿怎么样 针对黄紫胶事件 实况主统神开直播 表达立场认为这件事 并没有那么严重 但此话一出 恐怕越来越严重 赞助商合作品牌 纷纷有所作为 韩式炸鸡品牌起家机 在脸书上发文 无法认同并严厉谴责 某位实况主 也保证未来 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接触或合作 另外关于饼干实验室 以及手游厂商 剑指三国 哄天骑士团 热血杀戮 超级全爸爸 和超级小队 总共七个合作商 都取消合作 也下架业配文章 和统神切割 统神也在10号下午再发文 表示自己被抹黑 也强调自己是针对 在先前K小姐指控的事情表达看法 认为如果是双方合议性交 本来就没有犯罪 而他的妻子也在粉砖回应留言 表示统神的言论 本意是想劝人 也说他说的不严重 是以判决结果去看的 16岁以上到18岁之间的话 虽然也是我们法定上是未成年的族群 但是他在性自主的部分 在合议上确实是没有刑法 没有刑者这样 我觉得这个 当然也要看社会各界的想法 会不会很积极想要去防毒 其实如果我有子女的话 我也其实会很担心这种事情 当然是需要更高阶级的一些长官们 对 能够重视这件事情 但统神在直播上的言论 是否涉及法律上的问题 这样的言论纯粹是发表自己的看法 还没有达到伤或他人犯罪 或者是散布猥亵文字的程度 因此尽管这样的言论 让多数人觉得观感不佳 但是可能还没有达到 违法犯罪的程度 黄子焦事件衍生到统神的发言 引发各界讨论 TVBH声中人的众生台北采访报道 而统神与吴贞的唇枪舍战 外界也表示 是不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 国民党的空战讲师呢 最后其实统神也发文说 以后也不会去帮国民党来上课了 而国民党方面 似乎也表达了他们的最新态度 国民党是绝对不容许 任何对于儿哨的伤害 喊话民进党国民党 对儿哨伤害林容忍 或许因自家合作的空战老师 统神出事了 看看民进党发言人乌珍 先是脸书po文 质疑统神身援黄子焦 令人猫骨悚然 前一天乌珍更是开直播 杠统神 但最后竟变成统神跟乌珍 空中对话 惊讶国民党跟统神关系 只是就算统神被任失言 成为众矢之地 国民党暂时没打算切割统神 应该要把这个专注力 放在未来的修法上面 而不是像民进党一样 来去把这件事情变成政治化 而吴珍跟统神能在空中搭上线 关键人物也跟国民党有关 回顾统神直播的这段斗内 许巧欣直呼统神太太003 看LINE 因为许巧欣要到了吴珍电话 我人比较热心 我就帮两边能够接上线 促成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对话 只是办一个多小时的权权十二战 双方依旧不欢而散 所以我觉得吴珍发言人应该要先回去问问自己的立委 为什么针对而虐 还有这些可能性剥削的刑则提高 民进党什么动作都没有 似乎想甩开统神争议 国民党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最重视 恶少权益 TVBS新闻李国正气宽柔台湾报道